8月4号是七夕节 日前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 在陕西西安 昆明池和江西新渔 仙女湖完成录制 晚会不仅将两地特色风貌融入其中 还以文艺的形式展现了独特的东方审美 观众可以在欣赏中国传统文化视觉盛宴的同时 感受中国式浪漫 本届总台七夕晚会摒弃以往的大型舞台呈现 打造多个场景化的舞台 以惊而美 小雀巧的方式创新节目新场景 利用CG AR VR等数字技术手段 打造一帧一换的七夕视觉空间 带给观众视觉新体验 今天呈现上来讲最大的级别就是 我们去掉了很多影像载体 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LED没有吧 所以更多的部分是依托了 五美的整体的视觉调情 然后我们在大的基础上面 用虚拟的方式去增加很多 跟五美强关联的一些元素延展 本届总台七夕晚会聚焦七夕的爱情和浪漫 在寻找中国式浪漫主线基础上 将七夕节俗文化融入晚会文艺表演中 勾连起人们记忆当中 与爱和幸福有关的人和事 还原一场文人默课的雅籍盛会 迎接一个专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光时刻 今年我们七夕晚会是想找寻中国式浪漫之旅 我们用一种诗话里乐四种文艺形态 加上我们的文艺风筝的表达 然后构筑这个七夕晚会的节目 晚会将于八月四号七夕节当晚 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播出